茶餐廳有奶油多奶油珠 把港式的元素奶油放入饅頭 再用烘焗的方法會是什麼樣子呢? 那就要看看我今天的示範 先做包皮的部分 這裡是用中筋粉的 把全部材料加入攪拌缸就可以了 這是奶粉 這是高糖酵母 這是牛油 少許就夠了 因為份量少可以一次過加進去打 然後這是煉奶 不需要用砂糖 另外這是鮮奶 加在一起 先攪拌乾的材料 再把奶加進去 這部分主要是用煉奶代替砂糖 加進去就可以攪拌了 這個還未完成 要攪拌到麵團順滑 它不需要起筋 因為這是一個饅頭的皮 不像麵包 不需要打到薄膜 但因為現在還是很黏 我待會再打多一會 打到它的面頭光滑就可以了 打到這個狀態 表面很平滑就可以了 不需要有薄膜 稍微柔軟就可以了 好像現在這樣 麵團打好之後 搓完它 然後放到這個碗裡 封保鮮紙 發酵 大概發到兩至三倍左右 這個發酵的時間 其實也很看溫度 好像現在這個溫度 大概二十多度 都要一個半小時左右 這個可以放在一邊 然後就可以做餡的部分 這個烤饅頭主要的餡 其實就是奶油 奶油對於我們香港人來說 其實就離不開連奶加牛油 這個材料之外 我另外加了少許奶粉 主要是令到它混出來的糊 不會太過稀 這裡有少許鹽 是用來調味的 好 這是用一個無鹽的牛油 我用熱水助溶它 主要是方便混合 另外有少許鹽 加上去 等牛油稍微溶 就可以離開熱水 好 牛油溶了 先把年奶加進去 餡料混合好之後 可以試味 如果想再甜一點 可以增加年奶的量 加上全脂奶粉 主要調整它的濃度 混合好之後 可以放在一邊 等麵糰發酵之後就可以用了 麵糰已經發好了 我這裡大概發了一個半小時 誰知它可以不可以 刺一隻手指 它有少許回彈 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彈得太快 真的時間未夠了 然後我就會把它分開 平均分開五塊 分好五塊之後 我另外留一塊 大概是十克左右 作為一個叫做發酵指標 首先把這個分割之後的麵糰 修圓 像這塊散修圓 散的放在中間 稍微排氣 把旁邊的皮 向中間推 推成一個圓球狀 修圓 好 捏實完之後 反轉底部向下 再修圓一點 這樣就可以了 全部做好之後 在室溫 讓它鬆弛15至20分鐘 好了 麵糰粗好了之後 記住要保濕 要蓋面 大概鬆弛15至20分鐘 再回來做其他步驟 好了 麵糰就鬆弛完了 大概剛才是用了20分鐘 鬆弛的時間 其實很多時候都要看溫度 比較熱的時候 鬆弛的時間 可能不需要那麼久 鬆弛完之後就可以造型了 底部向下 排氣 先排氣 用面棍把它推長一點 把裡面的空氣排出來 反轉 用這幾隻手指 把它收緊 先把它搓成一個柱狀 收口還是鬆的 需要用一點力 用手掌把它收緊 好 收緊完之後 其中一邊我會收尖 做成一個長的水滴形 雙手放下去 一邊搓長 另外一隻手 我是右手 稍微斜一點 一邊搓一邊搓 現在這樣 長的水滴形 搓好之後再次蓋面 鬆弛5至10分鐘 刚才剩下的作为发酵指标 我都会排气 这个不是这么讲究 压了空气 让它同步一起排气 收回波波 放入杯子 现在不是一个指标 我纯粹跟时间和次序做排气 都是一样 要封面保湿 让它最主要不要干 面团已经松弛够了 在面团造型前 我会先处理这个盘 这里我预备了一碗酥油 即是Gi 或者叫无水奶油会更清楚 主要用它的原因是因为它的烟点比较高 比较牛油会更好 所以我稍后在这个盘子会塗满 如果不想花钱去买这个酥油的话 亦都可以用牛油 那就要用无盐的牛油 放进去 这个酥油一般在印度的商店 或者现在本地的烘焙店都会买得到 而且它因为没有水的关系 它的香味会比较浓浓 掃满了一层油的目的 一会儿烤焖好后 它的底部会很脆 继续下去 不需要分底面 直接放在桌面上 按扁它 接着用面棍 在中间开始向上推 可以用一点力 把它压扁 好 下面这部分 用手抵起它 一边推面棍 一边拖它 压薄面皮 把面皮推成一个长的三角形 推好之后 将奶油塗下去 这是练奶加牛油 我用倒扣的形式 我这里有五份 我平均分 剩下这里大概一串位 就不要扫了 方便面团卷好的时候 黏得稍一点 接着就在这里开始 拉松它 就开始卷了 这边一边卷 也可以一边松松面皮 卷出来的层次就会多很多 卷好之后 轻轻的记住 将那个贴口 贴固定一点 这样就可以了 接着就把它切一半 在中间 切完一半之后 如果这个尾巴太尖 可以把它收回底 收回底之后 再压扁它 然后 沾一点砂糖 好 再放回盘上 造型就完成了 在室温 发酵 大概发的时间 就跟回这个面团 这个面团 因为刚才还没排气 就在锅里面 用手指按扁它 以这个锅为准则 现在大概是一 它应该可以去到两倍半左右 就可以进焗炉 所以发酵的时间 我尽量会跟回这个面团来参考 我一般来说 我都会放在一些没有开的焗炉里面 就发酵 大概是要看这个杯 作为一个指标 好了 饭头已经发酵完成了 看这个指标 它已经超过两倍 总之不过三倍就可以了 如果想吃松软一点 可以两倍半到三倍都可以的 准备入炉之前 我就调这个奶水 这里是一份煉奶 就两份鲜奶 简单一点 也可以用淡奶来代替 调完之后 就直接扫上去表面 等饭头焗出来之后 它上色就会漂亮很多 好了 这里调好了 这个奶水 或者用鸡蛋也可以 最主要是令饭头焗完之后 上色更漂亮 薄薄掃一层在表面就可以了 掃好就可以入炉了 我预议了炉温是200度 就会焗大约15分钟 放的位置大概是中下层 烤饭头就焗好了 趁这个时间 这里有少少油净了出来 就扫上去表面 这里 令到它的口感就更加脆了 好了 这个虾饭头扫完油之后 稍微放冰一点 趁它还有少少余温的时候 是最好吃的 尤其是这个底部 很脆的 那我就不客气了 今天节目 没有吃外面 今天